很重要的公路,我記得好像從土耳其可以一直到日本的樣子 所以他就貫穿這個泰國外緬甸的中間 那你想要,也就是說你如果想要從梅索這個鎮上去緬甸的話 你就要從這邊經過,這裡有一座橋叫做泰緬有一大橋 然後呢這邊有一條河叫梅河 那這就是泰緬邊境,那你就要正式的方式就是從橋上面通過 那非正式的方式就是從橋下面通過,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紹如何從橋下面通過 你可以看到其實梅刀診所他現在換了一個新的地方還蠻荒涼的 就是這附近你就可以,都是田,就是一片翠綠這樣 那以前的梅刀診所在這裡,所以你通過關口以後你就想辦法找到一輛 找到一輛車坐上 就是沒有醫療資源,所以他就決定在邊境設立梅刀診所 然後根據他們梅刀診所自己的介紹 就是當時候信息好幾本書 一些醫療器械就這樣,非常困難 然後他們還必須用煮飯的鍋子來消毒他們的器械 那這就是梅刀整個地的足晶傷腦筋 在他們的舊的地方他們是要付足晶的 然後就是我當時候冰房才會這樣 就是我在哪裡呢?我在這邊 就這個 我的病房這樣 然後就是大概介紹一下梅刀診所的背景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就是邊境的難民 那你可能會遭遇到怎樣的一個人生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下載這個遊戲來玩 這是聯合國難民高速出的遊戲 不用緊張 然後你可以去下載 那不過我已經先幫大家玩玩了 因為你可以 你蠻有趣的啦 就是 我就秀給大家看一下我玩的結果如何 這樣 就是你一開始的時候你就會 你就是有一點小 就唸給大家聽 你就會 你就會面臨第一個挑戰就是說 他就告訴你 你有30秒的時間可以決定 就是有軍隊來攻打你的村莊 然後你要決定要拋棄你的弟弟獨自逃跑 還是要跟你的弟弟一起逃跑 然後你就有30秒的時間可以決定 然後呢我覺得決定就是 拋棄一個設定就是 你如果是一個比較有良心的難民 你通常會活得比較久一點 這樣 那反正 你就逃到神裡面 但是你就馬上被這個 這個 反叛軍 我覺得其實他用 他用Rebels不是很好 不知道 其實我覺得Rebels這個也 要講反叛 抵抗軍反叛軍好像也有一點尷尬 其實他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說在 剛剛我們有給大家看一下 在泰緬邊境的時候呢 在這個紫色的地方 這個區域就是 其實是我們今天要談的一個很重要的族群 叫做克倫族 他算是在 在泰國和緬甸邊境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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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群 那他相對泰國或是緬甸來說都算是少數的族群 因為緬甸主要像歐山書記和緬甸政府他們主要組成就是所謂的緬族 那克倫族他們其實 從歷史上就和緬族之間一直有這個土地上面的一些爭戰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泰緬邊境常常在打仗的原因 那克倫族他其實對他們來說 他們也 因為現代國界的劃分 所以就被一本為二分成泰國和緬甸的兩邊 但其實他們本來是生活在一起的一個族群 他們有共同的語言 不過現在當然說因為國界的劃分 所以緬甸的克倫族和泰國的克倫族 他們彼此之間講的克倫族語有一點不一樣 但基本上還是可以溝通 那所以就是 反正因為就是 現在扮演的是一個不是很有良心的難民 所以下場也不太好 躺到森林裡面以後就被軍隊抓走了 然後呢 這個軍隊就說 軍隊就強迫你要跟他們一起走 那你要答應他們呢還是你要拒絕 然後我就選擇苟且偷生 就是答應他們跟他們一起走 那結果就是他們就強迫 強迫我去幫他們做一些很辛苦的工作 但是後來呢 我就找到一個機會就逃跑 逃跑以後呢 就跑到了一條主要的幹道 就可能像是我們剛剛講到的這個 亞洲公路一號線 然後你就遇到有一輛車子來啦 那你要躲起來呢還是要 因為一開始是選 就是拋棄地底的沒有良心的難民 所以就是都遇到不是很好心的人這樣 對 那沒辦法司機不理我 那怎麼辦呢 繼續往邊境移動 然後到了河邊 到河邊 那你的選擇就是 你要過河要搭船要付錢啊 所以你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工作 然後賺到工資以後 就是付船之過河 或者你可以游過河 好像有點危險 所以我就選 就是工作一天 然後付船之過河 所以我就又工作了一天 然後呢就來到了邊境 那你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違法的穿越邊境 另外一個是去告訴邊境的警衛說你是一個難民 那我覺得這時候我覺得壞事已經做太多了 所以就就是很誠實的說 我是一個難民我需要庇護 然後這個邊境的警衛就聯絡這個聯合國難民高速的人 來帶我去難民 不過其實我覺得你想想看 在這邊其實就蠻掙扎啦 你真的確定說你如果去告訴這個邊境的這些 把守關口的人說你是一個難民 幫你去聯絡難民營的人嗎 還是他們會把你帶不起來 其實當你是一個難民的時候 你是有很多不確定性 然後很掙扎的 然後就被帶到難民營裡面啦 但是其實難民營裡面 他的生活是非常困苦 因為泰國就是他雖然 以基於人道的立場收容這些難民 但是他就是把你當作一個 其實就像是監獄嘛 就把你關在這裡 你也不能夠自由的 欸!有一個幫派要提供非法的工作給你 你要不要接受 好!那我就選擇接受 接受的結果就是什麼 就是牽涉到這個幫派的分類限度裡面 然後就受傷了 那怎麼辦 欸!後來就是有好心人帶我到 到一個醫療機構去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說 就是到底來到沒到診所的人 他們的人生大概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其中一個 假設你是一個從緬甸跑過來的難民的話 你可能就是以這樣子的一個過程來到沒到診所 好!那所以我們今天在談論在泰緬邊境的醫療議題 我想可能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討論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要來回想一下 在一個當是沒有健保的時代是 我們會面臨的醫療困境會是怎麼樣 因為像是如果你是泰緬邊境的難民 或者你是非法的移工 你可能都是沒有健保的 因為你是從緬甸那邊來的人 你來到了泰緬邊境的泰國的境內 這邊相對比較安全嘛 相對緬甸那邊 但是呢 這也代表了說 你沒有泰國的公民身份啊 你從來沒有加入過泰國的健保啊 所以你是一個沒有健保身份的人 你會面臨到怎麼樣的醫療困境 然後大家知道這個是誰嗎 他說 這個是緬甸的什麼知名的人物嗎 可是他是洪幸福 他是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就是我們以前 可能在國中的時候 讀過洪幸福的一些作品對不對 然後洪幸福他又寫一篇文章 叫做無土 他就是講說 很久以前的時候 有一對夫妻嘛 然後他們就是 因為感染肺結合 他病得很難 就要常請醫生來 就要請醫生來治病啊 然後所以他們家 就為了這個花了很多錢 就只好把祖先的地賣掉了 然後這就是他裡面的大兒子 他就他就裡面文章就是這樣寫 他說日日夜夜燒香拜佛 許下千萬個月 阿爸阿部的病仍然沒有起色 花銀跳就像四斤子 十幾甲地都要花光了 父母還是皮包骨婆殭屍的父母 這大概是命的 然後這個是 中禮盒 中禮盒 大家也知道 中禮盒裡面 就是說他是倒在血泊中的比根者 他也是得肺結合 然後他也有寫他的日記 他寫說 隨著我的病 我們的家庭 一年一年的尾泥破落下去 方式分開來賣了 弟爺 一靈一歲的切開來賣了 而我的病何時能好 是誰也不會知道 長此下去則不但療養廢成問題 就是你們母子也只好流落街頭 化為脊幹 然後我要跟大家分享這兩段文章 其實就是想要讓大家回想一下 當我們回到台灣還沒有健保那個時代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大部分的生活經驗 就是從出生我們就享有健保 然後我們可能去診所看病 或是到醫院去 即使是生了很嚴重的病 可能要需要負擔的費用 對大部分的人來說 不會像是早期還沒有健保的時候 你看你生了一場病 你可能就要賣房子啊賣地啊 所以其實醫療它是非常的昂貴的 尤其是當你是處在一個沒有健保 也就是你沒有一個生命的共同體 和你一起負擔你在生命當中 面對的健康的困境的時候 這個你是必須要面臨到賣房子賣地 第一輕家當產生的嚴峻的一個狀況 那所以緬甸的醫療困境是什麼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養光綜合醫院 它就是在養光 其實緬甸在好幾十年前 它是東南亞最富裕的國家之一 養光是東南亞最繁榮的城市 養光大學是東南亞最好的大學之一 那養光 養光綜合醫院也是東南亞最好的 就是設備最好 技術最好的醫院之一 可是 到現在很多的緬甸人 他沒有辦法去 沒有辦法去 沒有辦法負擔到養光綜合醫院來看病 為什麼呢 我們來讓大家看一下WHO的一些數據 就是這張圖是指說政府 這是在每個人身上政府 政府花費的這個醫療的補助費用 那看到就是在全世界只有少數幾個國家是紅色 紅色就是說 每年少於美金25塊 美金25塊很少耶 才台幣多少 幾百 幾八百 其中有 大部分都是在非洲 那非洲以外的地區 只有哪個國家是紅色的 就只有緬甸 好然後下一張圖 你看全世界只有哪個國家是紅色的 還是只有緬甸 對 那這張圖是什麼 就是 你必須個人必須要負擔去支付你的醫療費用 也就是說 就有點像我們 在健保體系下 你的部分負擔 你自己要出的錢 你要花多少 那 每年 就是 就是你要花多少 只有緬甸是超過 超過百分之八十的 你看整個世界就只有緬甸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說 你如果是身為一個緬甸 在緬甸的人 你要 你 如果你生病了 你在醫療上的花費是很可觀的 對 這就是為什麼有很多的緬甸人會 想辦法來到邊境 不管他是不是難民 就算 就算 在沒到廁所 也會遇到很多事情 像從陽光這麼繁華的大都市來 因為 他們沒有錢看幣 那 在陽光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 到YouTube上面去搜尋這個影片 不過 可能今天時間上的關係 沒辦法放給大家看 這就是 在陽光其實有一個穆斯林的醫院 它是免費的 所以 大部分的 比較窮困的人家 他就會來這邊看病 他不會到陽光綜合醫院看病 那 因為他們看不起 那有錢人呢 也不會去陽光綜合醫院看病 因為他們也看不起 不過兩個看不起是不一樣 一個是 看不起 醫生 就是窮人 另外 有錢人是 看不起醫療技術 所以他們都會飛去 像新加坡啊或泰國啊 因為他們覺得 那邊的醫療技術 比較有保障 這樣 就是緬甸他們現在的醫療 然後就是 在陽光 這是在那個 穆斯林免費醫院 的 一個外科醫師 蠻有名的外科醫師 因為他 其實也 他 他有點像是 柯文哲和陳水扁之間的關係 那這個外科醫師 他就是 有點 他跟歐山素季之間的關係 因為 他就是有點像歐山素季 的一個主要的醫療諮詢者 這樣 然後他就說 他們來這邊 不是只是因為 這個經濟上的問題 也是因為 他們相信我 因為 我們 我們對彼此比較了解 只有在監獄裡面待過的人 才知道說 在裡面面臨到的食物和醫療的困境 是怎麼樣 所以 其實 梅道診所在邊境 扮演的一個很關鍵的角色 並不是只有 是他提供的是免費醫療資源 也是因為 大部分在梅道診所裡面工作的人 他都是這些 所謂的流亡者 或者是難民 所以 他們也更能夠去體會說 這些來到邊境的人 他們所面臨的醫療困境 和他們經歷過的人生是 怎麼樣的一個歷程 那 接下來就跟大家談一下說 我在梅道診所看到的一些人 他們 是怎麼來的 他們為什麼來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這是托爾斯泰的一句名言 但不是要講這句 要講的是下一句 不幸的家庭 各自有各自的不幸 所以 剛剛有跟大家 談過了緬甸醫療的議題 所以說 就是會有很多的人 他是 從 嗯 陽光 或者 比較遠一點的 像是 毛淡棉啊 這樣子的 都市 或者是緬甸更遠的都市來 所以 欸 像在兒科病房 常常就會遇到像是 營養不良的小朋友啊 就是 像你看 這些小朋友 他就 很小子 你看這個 這個小朋友 他看起來 胖胖的 他有沒有可能是 營養不良 其實也有可能是 營養不良 因為 營養不良其實 有分兩種 一種是 你就是 看起來很瘦 另外一種就是 整個人會水腫起來 當然他是因為 不一樣的原因 但是 有時候有些家長他就會想說 喔這個小朋友 越養越胖 表示好像我 養得很好 但其實不是 他後來 他們通常會怎麼來 他可能就是因為他 皮膚上面有很多感染啊 或是生了比較嚴重的病 因為營養不良 就容易造成免疫系統的低落嘛 通常是因為這樣來到 來到 診所 那 其實這就跟 其實 其實 醫療和教育是很有關係的 因為 你可以想想看啊 在座各位知道說 就是 小朋友 最好 尤其在邊境的地方 最好 最好 要吃母乳吃幾個月 不可以吃其他東西比較好 可能大家都 不太很知道對不對 那所以這些 這些像這些 在邊境的這些 這些媽媽 尤其是年輕的媽媽 他們當然也不會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不會知道說 要怎麼樣去養育自己的孩子比較好 那當然像是 在醫療支援比較好的地方 像在台灣 在美國 不是要知道怎麼樣 就是 養育小朋友沒關係嗎 我們可以上網查 或者去問醫生啊 或者是 其實我們的家裡面 長輩 也有很多 很有經驗的 可是 在 邊境這樣的地方 有可能你們家是 因為 逃難 所以 你的父母可能很早就過世了 沒有人告訴你有這個經驗傳承 所有小孩子要怎麼樣去養育 那你也沒有醫生可以問 所以 很多的小朋友 很多小朋友他就會有這些營養不良的問題 那再加上說 其實 就算有營養不良的問題 或者是說 小朋友他有可能有一些脫水的議題啊 那 醫療人員有時候也必須要去教育這些母親 那你要怎麼樣去調配這些 調配這些 補充水分的這些 這些東西 那 你也要會有一些基本的計算概念 如果你從來都沒有接受過任何教育的話 這就是邊境一個很大的議題 所以醫療和教育的關係是相當密切的 那 這是在難民營裡面拍的 欸 看起來可能是 難民營裡面的一間教室啦 因為你可以看到說 就是這邊還有一個很精美的解剖學的圖書 所以 其實 有很多的緬甸人 他不是只有從 緬甸 跑到泰國來就醫 也有很多的緬甸人 也是 他是從緬甸跑到泰國來的難民營 他的目的是 他要 他希望能夠進入到難民營裡面 那他就可以在難民營裡面接受教育 因為 在緬甸 不是只有醫療很貴 你想要進入到一個完整的教育體系裡面 那 你要受到一個比較完整的教育也是非常昂貴 所以 是有很多比較貧窮的人 他是選擇 跑到泰國 到泰國的難民營裡面 因為難民營裡面 相對的 他其實 他會提供一定程度的免費教育 而且 會有很多的 國際的NGO 他會來到難民營裡面 所以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 難民營的 教育資源 可能比緬甸的很多地區的教育資源來的 來的 理想 所以 你就可以想像說 為什麼 有這麼多的緬甸人 他們會想盡辦法來到 呃 太緬邊境的人 那 不是只有 從緬甸的大城市的人 會來到太緬邊境 也會有 像是從 泰國的曼谷啊 或是清邁啊 來的人 這些人他們是 怎麼樣的人呢 嗯 因為有些照片實在太敏感了 所以 就沒有放 我就找了一些 比較藝術性的話 就是喜樂 喜樂畫的 那是我遇到一個病人 他是一個 年輕的男生 然後 他是一個艾滋病的患者 也是一個馬蜂病的患者 那 其實緬甸有很多的 的 的 年輕的男性啊 他們會想辦法 到 泰國的大城市工作 那 當然 就是為了要 為了要去 在生活上 有比較好的待遇嘛 可是他們到大城市 有時候語言不通啊 或者是 嗯 或者是 很多 溝通上的問題 他不見得能夠找到 理想工作 或者有些人 他就會 像是 被帶到 像是舞廳啊 這樣的地方 他們可能就會 有人跟他說 啊你來人 你叫單純跳舞就好 但是像 大家都知道 結果 就是 並不見得 會是這樣 所以有很多人 有很多的緬甸的 這些年輕的男性呢 他就會 因為來到泰國的大城市工作 那 他可能就會面臨到 一些 這些性工作 方面的 議題 然後他可能感染了 像是 艾滋病 這樣的問題 那 你可以想像說 那當然 有更多的緬甸人 然後來到了 泰國 是在 像這樣的 小工廠裡面 工作 那 不管怎麼樣 你可以想像說 當你是一個 你是一個 緬甸人然後 像是 艾滋病 這方面的 這麼敏感的一個疾病 那你會想說 那我可能要來做 艾滋病的檢查 那 那 如果我真的得了 艾滋病呢 我要怎麼辦 我要怎麼樣去服用 艾滋病的藥物 如果你到 就算 就算泰國的醫院 他願意免費的提供 你這些檢查 和治療的部分 可是 語言上面的問題呢 或者是 文化上面的差異呢 其實對很多的緬甸的人來說 都是很難去克服的 所以 有很多的緬甸的 這些 到 泰國 的 大城市的這些 移工 他們就會想辦法 再從 他們到 曼谷 或者是 清邁 他們會回到 沒到診所來 因為 沒到診所 他就會提供 像是 艾滋病的檢測 還有這些 艾滋病藥物的諮詢 對他們來說 就是一個 比較友善的環境 因為 裡面都是緬甸人啊 他們就會比較知道說 你面對你的困境於什麼 可是 這張是 張正 張正牌的 就是 嗯 我說這 這是一張 可能會被抓走的 照片 因為 嗯 就是 你如果想要從 清邁 或者是 曼谷 到 泰緬邊境 那你可能就是要 坐巴士啊 或者 做一些其他交通根據 但是 在這個過程當中 都會有 泰國的警察 隨時來 來 這個 查驗身份 那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 我第一次去泰緬邊境的時候 我就是從 曼谷 坐 坐 那個 夜間的巴士 然後到梅所 然後呢 中間呢 中間就 在一個 就是 山中 下著 輕盆乍雨的 十個車子就停下來 然後呢 就 兩三個警察跑上來 然後呢 就開始 從頭到尾開始 查 查驗那個 查驗你的身份 然後他就把其中的一個人 帶走了 就是我第一次到 我第一次到 我第一次到 泰國 然後到邊境的時候 就遇到 就遇到有人被抓走了 就是對我來說是非常的震撼 那 可能會有哪些人到梅道診所呢 就是 你可以想像說 在泰緬邊境 的 這個山區 那 這邊都是 山 都是 比較高的山啊 所以 有很多就是住在山上 這些比較偏遠 地方的人 他也會來到 泰緬邊境 所以 你在每道診的時候 就會常常遇到 像是這樣子的 就是 他可能他的手 或是腳 就是有一個 慢性的傷口 他可能受傷很久了 然後你就把那個 包紮的 紗布打開來 然後就一股濃滋 噴出來 這樣 因為 你可以想像啊 你如果是住在很遙遠的山上 那你的腳不小心受傷了 然後 你的村莊 就是 你的村莊 距離你村莊最近的醫療機構 就是 美道診所 那你大概要花多少的時間 才能夠去呢 你可能要花 12個小時 那 你會覺得說 嗯 不然再觀察幾天看看 還是馬上去呢 當然大部分的人決定就是 嗯 再觀察幾天看看好了 所以 這幾天呢 你可能又要去種田啊 或者是 要去哪裡 打水啊 幹嘛啊 那你的腳又在那個 爛泥巴上面走來走去 或者是怎樣 就 感染的越來越嚴重 然後 你可以看到 在太米邊境的山區 就是 用這樣的方式在做交通 因為 它地上不可能是那種 鋪得很整齊的道路 它可能就是爛泥巴 然後 你的車子可能就會遇到很多很危險的狀況 所以像 我記得 那時候我們 去邊境的時候啊 就會有些人跟我 然後 嗯 我記得那時候是那個 林章老師 我們一起在 那個 他們那個有一個西餐廳 然後 然後 就是 他們那裡有朋友 他們是住在山上的客輪族 客輪族的朋友 他就跟我說 他們那時候還不敢回家 因為是雨季 所以要回山上很危險 對 所以 就是 他們的交通是 很多的 有很多的議題 然後 所以 像 梅道診所 他們也會有一些 有一些 像是 背包醫療 醫療團隊 他們就會 固定到 山上很遠的一些地方去 讓他們會有一些 醫療上的資源 這樣 然後 也會有很多 在 泰緬邊境的偏遠村莊的人 來到梅道診所 剛剛就是講到說 梅道診所 他就像是一個 呃 泰緬邊境的醫療中心 所以他其實不是只有 扮演著 呃 醫療的角色 他也 在另一方面 他也扮演著是一個 教學的角色 也就是 這些來的人 他可能 他們的村莊 就是 他們的村莊是沒有任何的 醫療人員的 所以他來 他就是為了要學習一些 基本的醫療的知識 回到 他的村莊以後 他就有可能 呃 成為他們那個村莊的 的 的 在醫療上可以提供協助的人 所以 大部分在泰緬邊境這樣的地區 你要找到一個 呃 像在台灣 呃 有一個完整的醫療訓練啊 就是 哦 讀完醫學系 醫學系畢業 在醫院有 有過臨床的實習 這樣一個完整訓練 受訓的 的 的醫療人員是非常少 大部分都是這樣子的人 就是 他從他們的偏遠的村莊來 來到梅道診所 接受完一些 基本的醫療訓練以後 回到他們的遙遠的村莊 他就成為他們那個村莊 扮演著 呃 醫療者的角色 嗯 然後你可以看到就是 在 舊的梅道診所 就是盛況空前 就是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天是 就是眼科 就是 那個 有一個眼科 外國的眼科醫療場 就是來他們的梅道診所 所以呢 梅道診所他們就是會 因為 就是你如果眼睛有問題 他就會幫你登記下來 然後 每年就會有 幾個月的時間 會有 某幾個月 會有 國外的醫療團隊 的志工團隊來 幫忙做 眼科手術 然後那時候他們就會 通知所有這些 他們有登記起來的 名單的人 然後 大家就可以看到 就會呈現這種盛況空前的場面 對 因為你可以想像說 其實 我們 人的一生中 我們也會遇到 遇到很多的 眼睛方面的問題 尤其是如果 家裡有一些長輩 難免都會有 像是白內障啊 青光眼啊 這樣 尤其像白內障 它其實是 很簡單的小手術 可是 當你是在一個 沒有眼科醫師的地方的時候 白內障 就會可能 變成你生命中 最大的一個困難 好 那 當然 也有很多的人 就是 他是從 泰緬邊境的 緬甸這一邊 來的 就是像廟瓦底 這樣的小城 那 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我 那一天就是 有一個小女孩來 然後呢 這個小女孩很奇怪 她就是 她的 她的姑姑帶她來 然後帶她來以後呢 那個 尤其是小朋友 我們就要去做一些檢查 就發現這個小女孩 她身上有一些 有一些 指甲的掐痕啊 然後 她的陰部 也有 逢腫的現象 然後 最讓人難過的事情就是 其實 在沒到診所 你常常會遇到 像這樣的孩子 然後 後來 後天她的姑姑就消失了 就是沒有人知道說 那個小女孩 接下來 怎麼辦 因為 很多人就是 她會 把她的孩子帶過來 或者 在沒到診所 的廁所裡面 有時候也會發現 有些 棄嬰 有些小嬰兒 然後 他們就會離開 因為他們 就是知道說 沒到診所他們會去 至少他們不會放棄這些孩子 可是他們自己 沒有辦法再去 負擔這些孩子的後續的移變 那 現在的話 太平邊境是 比較好一點 因為 明天政府和 一些少數民族 有簽訂一些停戰協定 所以 太平邊境 我去太平 2015年去的時候 還有一些征戰 但聽說這一兩年 就是 比較沒有那種 打戰的情形 但是 在 早期一點的時候 其實 在太平邊境 尤其是 婦女 他們都 他們是 常常 常常聽說 有些婦女 會被 會被軍隊 性侵的 因為軍隊 他們 一方面 也是 用這樣子的一個手段 來 來 控制 就是邊境的那些存落 就是要他們乖乖聽話 他是做一種 一種 修辱 航空師的手段 那 另外 比較早期的時候 你會看到 沒道診所 他其實也有一個是 是一支 一支部門 因為在邊境 的軍隊 他們 也會設立很多的地雷 埋設很多地雷 所以 早期的時候 大家都會跟你說 你如果到緬甸那邊去 不要離開大馬路 因為你如果離開大馬路 很可能就會變成這樣 當然 那 他因為 他當然很開心 因為他剛剛得到了他的一支 但是 你要想像的是 邊境的醫療資源是很缺乏的 所以 你如果 你的肢體上有殘障 其實你很難 去得 取得這些 那當然 沒道診所當然 很好心啊 他是提供你這些 一些 簡單的一支 什麼 但是其實他們面臨的資源 還是相當缺乏的 像是他有很多醫療上的輔具 包括 我們常用的輪椅啊 或者 那種 拐杖啊 都很缺乏 所以 你就會看到 他們的輪椅 有些人 有些人的輪椅就很可難 就是 你看 就是 小朋友 小屁孩 然後你可以看到 他這個輪椅是怎麼樣 但是 他可能中間有部分壞掉 他們就 找一個 塑膠椅 來把它綁起來 你可以看到 在他們的邊境 有很多 非常有創意的 的 的 扶具的 組裝方式 或者他可能會用 他們家的小板凳 然後他在 想辦法去裝一些輪子 在上面 他就坐在上面 你懂 這樣 嗯 好 那 大概 當然沒到診所 會遇到的病人很多啊 但是 就是我選 其中幾個代表性的例子 來和大家分享 所以你就可以 想像到說 為什麼有些人 他會從 他是從這個 邊境的這些城市來 或者是 為什麼他是從 這麼遙遠的山區來 或者 他為什麼會從 呃 泰國的大城市 或者他為什麼會從 緬甸的大城市來 他們 面臨的各自的生命的困境是 呃 怎麼樣的 相似又相依 這樣 那還有一個族群呢 就是 邊境的這些移工小學的小朋友 邊境的這些移工 他可能就是 譬如說他 很多的緬甸人 他來到了 泰緬邊境 的泰國這邊 他為了要找工作 但 他可能沒有 不是很能夠去負擔 申請合法證件的這些費用 所以他是以一個 非正式的方式 也就是從橋下 不是從橋上過來 那 然後他們 他們在 邊境的 泰國這邊生活 那他們的小朋友 沒有泰國的 公民身份啊 所以要進入到 泰國的 學校去念書 是 很困難 第一個就是 呃 泰國的學校 可能 比較好的學校 他就不收 那有一些 比較偏遠的學校 他可能 為了營運上 營運上的考量 他就會願意收你 但是 為了營運上的考量 就代表 你必須要支付 一定的 學費的費用 那很多人也付不起 所以 這些緬甸的社區 他就會想辦法 自己辦自己的學校 那 就是剛剛講到說 這次和 就是這次主要的 合作的 這個 Local Action 全球在地 行動公益協會 那 他主要負責 我主要和他們 有在合作的部分 就是移工教育啊 還有 呃 我也 我這一次 7月的時候去也 和 和他們一起看了一些 他們的小學的 醫療的 的狀況 然後這就是他們的教室 然後 可以 大家看一下 小朋友 就是我偷拍他們 然後 最後被發現了 那我就 覺得他們很可愛 就是 其實 就是女生大家都知道 女生比較認真 就是男生都在外面 踢球 然後女生在裡面念書 然後 這個是 這個是張正拍的 就是在泰緬邊境的山區 的部落 那剛剛有講到嘛 就是說在泰國 國際的話 分把 把客輪族分 分成了緬甸這邊的客輪族 和泰國這邊的客輪族 所以 緬甸這邊的客輪族 他們有得就會跑到泰國來工作 所以 可能就可以看到說 這些移工的小學 那 泰國山區部落的客輪族呢 他們就是生活 被泰國政府 遺忘在遙遠的山區 所以 在 比較早期的時候 在住在這些遙遠山區部落的 泰國的客輪族人 也是沒有身份的 但是 後來泰國政府 才想起來說 喔 山上好像有這一群人 然後我們應該來幫他 做身份登記 所以 後來他才有了 這個泰國的公民身份 這樣 但是你就可以發現到說 有時候你在泰緬邊境 然後 你會遇到一些情況是 泰國的客輪族 和緬甸的客輪族 他們會 可能一起在某些NGO工作啊 或者是他們會有一些 生活上的互動的部分 你會發現說 他們 這些原本是屬於同一個族群的人 但是因為 現代國界的議題 造成說 他們在泰國生活的時候 有一群人是有身份的 一群是沒身份的 那他們各自面對著生命困境 就會截然的不同 然後 這個泰國山區的 你可以看到這個小朋友 就是 就著自然光在寫功課 所以要很有效率 太陽下山以前 要把功課寫完 不然就沒有燈了 因為他們晚上是沒有電 他們只有那種 他們還是會有 偶爾會有小小的燈泡 但是那個根本就沒辦法拿來寫字 然後 然後 就是 我在 移工小學做的營養午餐的 的調查 就是 我去拍他們吃營養午餐的狀況 然後 小朋友就覺得很好笑這樣 你可以看到說 他們的營養午餐 就是 會有一些麵啊 然後 欸 這個 這家經濟狀況還不錯 還有一個荷包蛋 然後一些飯 大部分就是這樣 反正呢 欸大部分就是飯 然後 會有一些 嗯 黃黃的 黃黃的 東西 可能是一些 一些豆皮啊 或者 可是你會發現說 喔 感覺看起來蔬菜很少 然後水果也很少 然後 這個是雲章老師拍的 然後我覺得這樣 就拍得很棒 就是小朋友很可愛啊 然後 可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 你看他們吃什麼 他們也是 他們就是 欸 這是在泰國山區的部落的小學 所以呢 嗯 他們看起來會 資源比較好一點 就是 可能是有人捐贈 他們就有 牛奶啊 然後 然後 他們就自己從家裡帶飯 學校就會幫他們煮 一些麵 然後還有一些 一些 豆皮 豆類製品 然後還有一些 小 這應該是 嗯 豆 好像也是一種豆子 或是小米 對 這樣子 可是 因為就是 你可以看到說 大部分都是這些 比較能夠長期保存的東西 因為你要 到山上去的食物運送 什麼 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還有 水 嗯 就是 你可以發現到說 水 其實 很多的學校 其實像是這些 呃 邊境的移工小學 它 它是沒有 像我們在台灣啊 或是比較好的地方 他們 有很好的 水機器啊 過濾啊 都沒有 然後 像這個小學 它本來一開始 它是去 去附近 有一個井 然後去那個井裡面打水 然後 很可怕 那個井裡面的水都是 咖啡色的 然後 後來 後來這個 Global Action 他們 去幫他們裝一個小水塔 那 這小水塔不是濾水器 它就是 幫忙 接雨水 就是它就會 屋簷上就會有 就是 我們 不是平常屋簷都會有一個溝槽嗎 然後有水 對不對 它就是把雨水接下來 然後接到一個水桶 就是 呃 你就會得到相對乾淨一點的水 但是 其實 飲水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當然在市區裡面 比較好一點的學校 他們就會去想辦法裝 比較 呃 一些基礎的飲水 飲水器 對 那你沒有一個乾淨的飲水 當然小朋友就很容易會拉肚子啊 又有營養不良的問題 然後會整 會 有寄生蟲的問題 所以都是一個很大的 他們的健康上的議題 然後 欸 然後呢 就是 這個是 這個是我啦 呵呵呵 然後 我在 那 欸 這次格鬥哥 其實他們 就是 邀請我跟他們一起去 那 我就是幫他們 主要我是幫他們的邊境的這些小學 做一些身高體重的檢查 看一下說到底有沒有一些營養不良的狀況啊 那 可是呢 這一天呢 就是 呃 身高體重的檢查 大概做完了 因為他們學校的老師很能幹 所以效率很好 大家弄一弄 喔 很快就做完了 然後那我就問說 那那 有沒有其他小朋友有問題呢 他就說 喔有 然後 就找一個小朋友來 然後 就是 你可以看到他腳上都是傷口 有沒有 然後這些 因為小朋友他們就是 尤其是小男生 調皮啊 他就到處亂玩 然後跌倒 然後踢球幹嘛 所以就是 腳上一堆傷口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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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的老師 嗯 在資源比較好的地方 學校都會有保健室啊 對不對 會有 會有醫療的 呃 專業的人員去幫小朋友採藥啊 但是這些學校老師他們 都 沒有 沒有人 就是好好的 告訴他們說 你看這些傷口 要怎麼樣去處理 比較好 然後 呃 我就跟他們講一講說 嗯 該怎麼處理比較好 然後 回頭一看 發現就門口已經排了一排 呵呵呵 然後所以 後來那一件效果就變成 這個小學的外傷門症 呵呵呵 就是 你看 就是他們的小朋友 其實小朋友就是很調餅嘛 而且就是好玩啊 大家在外面 踢球啊 幹嘛 然後不小心就跌倒 或者是 打架 幹嘛 就很多人受傷啊 可是 這些移工小學 他們的 裡面都是一些 比較 呃 都是 大部分都是老師嘛 所以這些老師他們其實也 很少有人 好好的告訴他們說 這些小朋友的傷口 我要怎麼樣去照顧或處理比較好 這樣 然後就是 欸就是我拍的一些照片 就是 我們在量身高級這樣啊 然後量完以後 這個小朋友就跑了 去我就幫他照了一張照 然後 你看我這 我覺得這張拍得很好 可以 很適合當那個競選 競選廣告的文宣 就是你可以 看見台灣 看見希望 這樣 呵呵呵 對 然後 你可以看到 其實 小朋友他們很有趣 他們就是 嗯 就拍了一段影片 真的 就拍了一段影片 一顆頭冒出來 呵呵 你看 就是 沒有在做事例檢查 比在做事例檢查的還要忙 呵呵呵 對 那 嗯 嗯 所以 就是 其實這些 這些移工學校的小朋友 你就可以看到說 嗯 很可愛啊 他們就是 可能從來沒有人來幫他們做事例檢查 他們就覺得很興奮 欸 你看這些人照來來幹嘛 呵呵 然後 但是我 但是 所以 像這些移工學校的小朋友 嗯 他們其實面臨到的幾個醫療困境 就是 就是 像剛剛講到 沒有人 固定的來幫他們做這些基本的健康的 的 的評估 那這個部分其實 沒到診所 嗯 其實有在做 可是呢 他們 其實同樣也面臨一些困境 就是 他們 面臨資金上的 短缺 所以 像我這一次去訪市的幾個學校 就有不少的學校告訴我 說 沒到診所之前有來幫他們 做 這些 檢查 但是 後來因為經費不夠就沒有來了 那為什麼經費會不夠呢 因為 呃 大家 大概也 多少知道說 大概在 兩千年 也就是 我去泰免邊境完之後呢 這個 緬甸就 舉辦了一次歷史性的 國會大選 然後 翁山書記 和 他所領導的 全國民主聯盟 就獲得了在國會上壓倒性的勝利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說 其實 翁山書記 他現在在緬甸的政治上 是 呃 除了一個很微妙的關係 就是 他好像有 在政治上有蠻 一些影響力 但是他又對於 像是 羅興亞人 這樣子的議題 好像他又不太去做 怎麼樣的表示 又被打壓罵 這樣 但是 整體而言 外界對於緬甸的局勢來說 還是 覺得蠻樂觀 比較 以一種比較樂觀的方式來看待 所以很多的資金 很多的捐助 就開始從太緬邊境 轉移到緬甸境內 包括大家可以想像說 像 像美國總統歐巴馬 他前一陣子 他就取消了一些 取消了對緬甸的經濟制裁 對 那所以 隨著這樣子的一個 捐助資金的移動 就變成說 在太緬邊境 開始面臨的 這個 資金上面的 短缺和困境 但是 這些問題 並沒有解決啊 譬如說 我們剛剛談到的 緬甸的醫療體系 它還需要一段很長 它還是有很多複雜的問題 需要很長的一段路 來 來改善他們的 整個的醫療系統 健保體制 他們的醫療設備 所以 在太緬邊境的 流亡的這些人 他們也不知道 怎麼樣去面 怎麼樣 他們的 生活也沒有改善啊 尤其是 有很多在 難移民醫裡面的 這些 難民 他可能已經是 第二代的難民 或是第三代的難民了 所以 這代表著什麼 代表著說 他們 從小到大 就是在 難民醫裡面生長 他 從來沒有去過外面的世界 那 現在 就有聲音說 我們要把這些難民遣返啦 那 可是 他們 他們從出生到現在 沒有人教他 沒有人告訴他說 你要怎麼在外面的世界生存 你要怎麼樣在 他們所謂的家鄉 緬甸 生存 所以 很多 所以 很多人是很焦慮的 甚至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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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傳聞 就是最近的 難民醫裡面的自殺率是 是遠遠的 高於 之前的一些統計 不過當然這個 這個部分還有很多的爭議性 因為 包括以前 對於難民醫裡面的自殺率 其實並沒有一個很 很精確的統計 這些 但是大家可以想像說 其實這些難民他們對於 要被遣返 要被 要 雖然說 聯合國 和泰國他們的說法是 自願性的遣返 就是 你要 你是自願 但是到底是不是真的自願 大家也不知道 對 所以這是很多的困境 再加上 泰國他其實也沒有 真正的去簽署聯合國的難民公約 也就是說 泰國他是可以不管聯合國的法規 強制的執行難民遣返的工作 對 所以 這都造成了大家 的 很多的不安和 邊境的醫療困境 那包括這些難民的 醫工學校 他也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這些 疫苗的問題 所以有很多的 也有很多小朋友 他 都是處於在一個 流動的狀態 那雖然泰國 雖然泰國他 為了他的這個 公共衛生的 這個考量 他也是 每年固定會有一段時間 去 移工小學 幫這些小朋友打疫苗 但是呢 這個狀況只牽於 第一個 你這個移工小學 你是要有 去跟泰國政府登記 也就是說 泰國政府知道說 有你這個 移工小學的存在 他會去幫你打疫苗 但是呢 他去打疫苗的那天 有可能 有很多小朋友沒來 他可能 就是 他爸爸媽媽說 今天 今天 規定就是 你要幫忙到田裡面去 採番茄 也不可以去上學 那個小朋友 就沒有去上學 沒有被打到疫苗 那 他要什麼時候 才會 再有機會 被打疫苗啊 就是 等明年 那個泰國政府的 單位 再來 訪市的時候 但可能 等到明年的時候 他們家 有可能 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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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被警察發現了 就被抓走了 或者是他們家 因為其他的考量 已經用到其他的城市 所以 緬甸其實有一群的小朋友 他是 嗯 大概都不知道 大家不知道他到底 他的疫苗的 施打狀況是怎麼樣 也是泰國政府的公共衛生 政治 上面一個 很大的引誘 這樣 這樣 好 那 好 欸 其實 讚 嗯 到這裡 不知道 有沒有 在座的歌 有沒有一些什麼樣的問題 對 請說 我本來玉琦其實蠻希望 聽到你個人的一些 參與的經驗 就是 我剛剛感覺有點像是 行前說明會跟報告 就是我其實比較想知道 你為什麼會去那個地方 然後 你是出於什麼樣的心情 然後 你的專業所學背景 因為我來之前 我刻意不去找你 有關任何你的資料 我要在這裡發現 就像 看電影前 不想被爆雷一樣嘛 所以我想知道 為什麼你會去 然後撇開 因為這是你第二次 跟 但是 我知道你好像之前出過一次 你是在那邊常住 然後你跟那邊的人怎麼互動 你的日常生活是怎麼樣 你有什麼語言 這樣子說話 他們一共小學講 各文方言還是緬甸官方化 就是 我知道 我想知道的是 唯有你在那邊 才能體驗到的東西 然後來告訴我 那這些 對 就是我希望 可以知道的是 就是 你個人的一些體驗 但是 你的感覺就是好超然 我 我一直沒有感覺到 你參與在這個 project裡面的感覺 然後 只有 剛剛就看到有一張 你的照片 然後 你又提到 project 然後我就 很希望可以 有更多的 就是 你的personal touch 比如說 我去移民區 申請當一志工 然後又被刁拿 然後怎樣 就是這種 不是 我們 去的人 不會了解到 不會體驗到的東西 嗯 對 我 對啊 就是 很謝謝 很謝謝你的回應 這樣 好 這段問題 可能要花費一段時間來回答 那 呵呵呵 對 還有沒有 大家 其他人有一些 大家想要問的 這樣 我也 那聽一下大家的意見 我可以一定來 來回應 這樣 請說 他們一向背景 那到底他們原來離開的地方 有店面有土地 的話 現在回去是 一開始沒有去 準備要強戰 所以回去也是沒有用的 嗯 對 其實他們很多的人 其實他們很多的人 會離開家鄉 嗯 像有一部分的難民 就是因為他們的村莊 整個被戰爭摧毀了 對啊 所以他們本來就是沒有家 這樣 對 所以其實這也是現在的一個很大議題 就是說 回去了以後 明天政府怎麼樣去規劃他們 回去居住的地方 大家也是 覺得 很不安 的地方 對 那 剛剛 嗯 就是回應剛剛的我的 嗯 personal part 就是我的一些個人的經驗來 來講 對 其實我覺得 的確來說 我在 我在講這個部分的時候呢 是 比較 感覺好像比較少 有我的個人的經驗在裡面 但是 應該是說 其實 嗯 其實像我剛剛講到的這些 這些人 都是我 都是我親 親自去 我親自遇到的 也就是說 我在那裡的臨床照護上面 嗯 我去 我遇到的這些 這些 這些 我親自有參與到 親自面對面的這些患者 包括這個 剛剛講的這個 有艾滋病患的男生啊 還有這些 這些小朋友 這些小朋友 嗯 這些 營養不良的小朋友啊 就是 就是 為什麼你會想去 嗯 那你本來去的時候 對 那 嗯 對好 我好像沒有很好的去做我的 自我介紹 對對對 好 我來講一下 就是說 嗯 我 本來我是醫學系畢業 這樣 那 我醫學系畢業了之後呢 我其實 我就申請了去 我就 我為什麼會想要到太美邊境 是因為 是因為 嗯 我看了賴樹森先生寫的這本書 這樣 我看了他寫的這本書 就是 所以 為什麼我跟 嗯 今天這個講的部分 也跟Glock Action 有一定的關係 就是因為 從 在這之後 我們一直有一些 合作這樣子 那 嗯 我在就是他的這本書裡面 我就發現說 欸裡面有講到美道診所啊 這樣一個地方 那 我也覺得說 嗯 我在台灣的整個整個醫療經驗裡面 很少會有去接觸到 像是 難民 或是 這些 因為移動而造成身份的變換的 這些人們 他們所面臨的醫療困境 那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然後 我就去 我就去找台灣的網站 這樣 對 喔 Google 然後 嗯 然後他們就有一個志工 就是 如何申請讓我們這邊擔任 志工 對 然後我就 申請 我就想說 嗯 那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反正我就來申請看看 因為 欸 那時候我剛好就是 醫學系畢業 然後 醫學系畢業之後呢 我就 剛好我也申請到 這個外交 外交替代役 所以其實 呃 在美道診所結束以後 我就去非洲布吉納法所 工作了 大概一年的時間 那 剛好就是我在醫學系畢業到 到布吉納法所 中間大概有 大概兩個月的時間 是 一個空檔 那我覺得這是 我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可以 有一段 不一樣的人生經驗 所以我就跟他們申請 然後 欸 然後呢 其實他們的申請文件 還 有一點點小複雜 就是你要找人寫推薦信啊 然後 嗯 然後 然後 要自我介紹幹嘛幹嘛 但其實我發現就是 其實 根本 他們 就是 到那邊以後 就是很自在 這樣 就是你可以跟他說 嗯 我今天可不可以去兒科 他就說 嗯好 然後下禮拜 我就跑去跟他說 那下禮拜我要去副場科看看 他以前說好 這樣 所以我就 我就去看 看 就去跟著他們 到 到處去 看說 他們的 欸 爸爸你看 我也跟他說 那我可不可以去參加你們的 兒童彩慧活動 他說好 對 那 所以 所以我在那邊 主要的工作呢 其實 其實 我覺得 做為一個醫療人員 其實 而且 其實算是蠻掙扎的 因為 畢竟 我是一個 對他們的整個醫療體系 並不是那麼熟悉的外來者 這是第一個 再第二個 再第二個 我其實當時候 我其實還是一個非常 嗯 之前的 醫師 醫師啊 雖然說我的醫學系 讀完了 但是呢 相對於 大部分的醫師來說 我還沒有進入過 這個比較專業的臨床訓練 所以 嗯 所以有很多的部分都 我還是 我還是比較 需要去學習的 需要去了解的 那尤其是 在 在這樣子的一個環境下 當然 當然 對於他們的 某些的 醫療處置 上面來說 會有一些 很多的思考 尤其是他可能 他的處理方式 跟 跟 在台灣不太一樣 或者是 他的 在那個環境下 做的醫療就是不一樣 但是 我覺得 嗯 第一個就是說 他們 他們其實有蠻多的 專業的醫師 會 去幫他們制定一些 醫療的組織 那 或者是說 他們 也有他們一些 很有經驗的醫療人員 所以 我在那裡的角色 會 我會跟他們的員工 有一些交流和討論 就是 這些我們可以怎麼辦 但其實我不是一個 非常主動的參與者 就是 沒有去做 很主動性的醫療的介入 所以 你會發現說 對 其實 我在剛剛講說的 這些過程當中 我 感覺上 我好像 我的角色好像 不太存在 對 對 但 但我覺得 當然很 感謝大家 對我的 生命這麼有興趣 其實我當然聽這個 而且你用英文跟他們講 對 然後他們再翻譯 也讀成 克倫語 但 對 但就語言的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之間是用英文在做包團 對 就是 工作人員 他們使用英文 其實大家 大家 克倫族人 他們其實有很多的英文很好 為什麼呢 因為 克倫族人 剛剛有講過 克倫族人 對於 他們 他們 就是 他們跟緬族士 在歷史上 是屬於一個比較相對的關係 那 緬甸 緬甸被 哪個國家殖民 被英國殖民 對不對 那翁山蘇姬的父親 翁山將軍 他是跟哪一個國家合作來推翻英國殖民呢 他是跟日本人合作 所以 緬甸的歷史上面 他一路上有一個脈絡就是 緬族 他跟日本族 形成一個 一個 一個團隊 然後克倫族和英國 形成一個團隊 所以克倫族人 和英國的關係是很緊密的 所以他們有很多的人 英文都講得不錯 那所以說 我在 沒到診所的時候呢 我就 和他們的工作人員是 就是 以 英文的方式來做溝通 那當然有 剩下的這些病人 他們就當然 很多人不會講英文 那再由 他們的這些工作人員 幫我把他們的 語言 翻譯成英文 來告訴我 那當然 其實克倫族語 也是分好幾種 克倫族語 還有分至少 兩種 克倫族語 所以呢 一種叫做 po 一種叫做sako 那大部分的工作人員 是sako 所以呢 如果你遇到了一個 是 一個病人 他是講po 的這個克倫族語 那 你就要想辦法 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 你要去找一個人 他 這個工作人員 他不會說po 他只會說sako 其實很有可能 他只會說sako 和英文 所以你就要去找一個 會說po 和sako的人 可是這個會說po 和sako的人 他又不會說英文 呵呵 所以 所以就會呈現一個 翻譯串 就是這個病人 他先跟 這個第一個翻譯者說po 這個 第一個會說po 又不會說英文的人 他再來跟工作人員 說sako 然後這個工作人員 在 用sako 翻譯成英文標題 這樣 對 但 跟他們的溝通 大概 對 會是 不過大部分很少遇到這樣的狀況 所以就是 對 我跟他們用英文標題 然後他們再幫我就翻譯 可是你剛說 我有culture shock 譬如說 身為一個天資教責的台灣醫學院畢業學生 然後到那個 或 或就 各種硬體設備 一家 對 然後 到處 不停的 就是很多的病人嗎 對 對啊 尤其是 像 像 尤其是我對於這個 營養不良 我就完全不 不熟悉 因為我從來就沒有遇過營養不良的小朋友啊 對不對 我只有遇過 營養過剩的 就是 就是在兒科然後來參加這個 減重門討 沒有遇過營養不良 所以 所以從那邊我才開始去學說 喔 他們的員工就教我說 喔 其實不是每個 每個小朋友 營養不良 都很瘦喔 也有這種 胖胖的啊 但是他胖胖的 可能皮膚 就是可以有一些感染啊 皮膚上的問題 這樣 對 對 我想知道那個 疑似被信心的小女孩後來 你們怎麼處置 會跟 法務體系 法律體系 連線 或怎麼樣 你們會接收那種 被 沒到診所 或者是有其他 會接收那個 被丟在診所裡面的小朋友嗎 嗯 當然這個女生 其實 這 其實 對 其實他是一個很傷心的故事 因為因為 其實這每一個故事都 可以講很久啊 但是 我剛剛沒有 講下去是因為 嗯 本來 本來是想要再 往下談別的事情 那不過我就把他的 故事 再講完整一點好了 就是說 當然不可能有什麼法律上的 的 的部分 因為他咕咕就跑走了啊 嗯 我們根本不知道他 第一個 他剛剛看起來非常消費性情 但是 但是 我們也不可能去驗什麼DNA啊 什麼 就算你驗到了DNA 你也不知道到底是誰啊 對 然後 這是第一個 所以 而且 他是從緬甸那邊來的啊 那我們要去找誰來 尋求這個法律上的 執行法律上的正義呢 是找泰國政府嗎 好像 怪怪的 那緬甸政府 好像也不太可靠 所以 因為 很有可能就是緬甸的軍隊做的 對 所以 因為 其實緬甸的軍隊 對於 這其實是很敏感的政治意義 但是他們對於邊境的少數民族 一直都有很多的少數民族 當然 除了克倫族 還有 不一樣的少數民族 像是閃族啊 很多 他們都一直在講 這樣子的議題 對 那最近 可能有比較好一點 那 這個女孩後來怎麼了呢 其實 可是 一直到我離開的時候 她都還是昏迷的狀態 她可能有一些腦部 腦部 對 可是我們沒辦法做什麼事情 因為 因為很殘酷的事情就是說 這個女孩 呃 她要去 因為她可能有一些腦部的出血 或是 呃 有一些 我們可能必須要進行腦部手術 可是呢 呃 沒到診所 她 剛剛講過 她其實 你看她剛剛 那麼現代化 但她其實沒辦法做很進階的外科手術 所以她 有一些小小的手術室 那 如果你要做比較進階的外科手術 你要怎麼辦 你要送去青脈 或者曼谷的醫院 那 送去了 這些都是沒有健保的啊 所以這個錢 誰出 沒到診所要出 那沒到診所有沒有經費 其實有 這筆經費就是大家外界捐助的 這筆經費 這筆經費 不是每個人都 都 就是 大家就要開會 說 你看我們現在有這些病人 要做手術 那我們有這個經費 那我們要補助誰 這個決定是非常殘忍的 呃 非常殘酷的 因為 可能我們就要必須去選擇說 今天有 這個小女孩 另外有一個 有心臟病的小男孩 那我們要補助誰 大家可能最後的決定是補助那個心臟病的小男生 為什麼 因為 我們把他送去了泰國醫院 他做完心臟的手術以後 他就可以是一個非常健康的人啦 他的人生會就此不同 但是這個小女孩 嗯 做完他的腦部手術之後 他可能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他可能要開始做復健 這筆復健的費用誰要出 那 這個 腦部手術到底會不會成功呢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 很有可能會議的結論就是 我們 要把這筆錢拿來補助 這個心臟病的小男生 或者說也有別的考量是 這筆錢 用在這個小女生身上 同樣是用在他身上 我們不知道結果會如何 但是同樣這筆錢 你可能可以拿來補助 十個 女生 十個 男產的孕婦去做 剖腹茶 這也是 一個相當大的不一樣 有很多人生會因此的改善 所以 對 所以有很多時候就必須要 做很殘忍的決定 所以這個小女孩 雖然我離開的時候 她還躺 躺在那邊 但是我想她很可能 有可能就是 大家知道她會怎樣 對 還有 還有 對 所以 就是其實我有點猶豫 到底要不要 然後 看大家講這個故事 接 講完一問會 會救星嗎 會掛 會 記掛這個小女生 後來 就是她 她 會 她是什麼情形 然後她整個 所以 我就 所以想說 對 還有 還有 大家還有其他想要問的嗎 請說 想要問說 那個就是 醫生你去 其他方說 她們去那個 探訪電視的時候 就是 比如說你的同學 可能 已經在台灣的大院 接受完整的訓練 然後可能有 已經接著 大醫師之類的 那是怎麼樣的就是 價值觀 或者是 去這些地方 只有對你來說 什麼 會讓你就是 願意放棄 接受這些完整的訓練 對 所以 你覺得 其實 這也是很讓人掙扎的地方 因為 畢竟 其實 有很多我的同學 在臨床上的訓練都已經 也有往前很多了 所以 不過我覺得 我覺得 這就是 這就是 一個人的人生的 人生的選擇 其實 其實 在 我去探免邊境之前 我就是一個 很乖的醫學生 就是 其實 我在去探免邊境之前 其實我參與的 這種 在比較偏遠地區的 醫療的活動 並沒有那麼多 其實有很多的 醫學 醫學系的學生 他們在大學的時候 就會參與很多社團 然後 這些社團就會有 去一些偏遠地區的 醫療的 的 這些 活動 那我雖然也有 參加我們學校的 在偏向小學的醫療 但是基本上 並不是 並沒有很多 很平凡 這樣子 那 那 所以說 我也不知道耶 可能就是 不知道 有時候人生就是 就是 就是一種 很奇妙的 因為你的 一個選擇 然後 你的生命就完全的 走向了一個不一樣的路 那 我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其實就是因為 我本來是想說 嗯 我就是 我不想要去當兵嘛 所以我就去申請外交替代理 然後就抽中啦 抽中了以後呢 我就想說 好吧 因為外交替代理就是 跟正常的當兵 他就比較晚一點 他就晚了 晚了 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那我就想說 喔 那這兩個月我到底要幹嘛呢 然後 欸 然後我就 沒事的時候 我就讀那個賴書生的書 然後我就 發現說 欸 裡面有一個美道診所 好像不錯 然後 我想要去了解 然後 所以我就去 去了以後呢 然後 我就在 我就去美道診所 你看 你看其實 對於一個 一個年輕的 醫學系畢業的學生來講 是一個很不一樣的生命的經驗 你就發現 我就會發現說 喔原來 我的生命 你看 有這麼多的人 他 的人生 就是 為了他們的醫療上的這些掙扎 而不一樣 或者是有這麼多的人 人 他是為了他的教育 呃 他必須要奮鬥這麼多年 這麼多 他花這麼多的時間 比如說 他 他 要讀到高中 可能他讀到高中的時候 已經快要30歲了 因為他的人生 有很多的 一段時間他是在逃難 或者是他在不同的教育的體積當中 流轉 奮鬥 努力 然後 再重新來過 那 那 對我來說 他讓我的人生中的 時間觀念 有了很大不一樣的拉扯 也就是 在那之前 其實我就是一個 在台灣的整個體系裡面 就跟大家一樣嘛 大家就會設定好說 你看你 嗯 高中念完 要念大學 大學念醫學系好 比大家念久一點 念完以後呢 你就開始 進入 進入這個 臨床訓練 訓練完以後 當主治醫師 大家都是這麼走 所以我們未來的目標也就是 嗯 這樣安排好 每年都排得很 塞得很緊這樣 一個步驟一個步驟 就這樣子晚上做樂趣 然後 醫生又過完 可是我就發現說 欸 我到這些地方就發現 喔不是 不是 所有的人的人生都是 這樣子規劃好的 有很多人生 他 中間經歷了很多 不一樣的變動以後 他才 好像 來到了和我們相似的位置 那 就會讓我覺得說 那 我覺得 在生命中 有一些 這些時間上的變動 對我來說 欸 就比較可以去接受 這樣子 對 那 所以包括後來我到 布吉那法索 那時候 那裡也有一些經驗 讓我的生命有一些改變 就是我在那裡遇到了 這個癲癇的患者 那這些癲癇的患者 因為 他在 這個健康健康照護體系 就是遭遇到了一些 集市啊 的社會上的議題 所以我就決定說 我要繼續往 這個偏遠的地方的 這些 這些弱勢的族群 怎麼樣去幫他們提供健康照顧 來做研究 所以 我就對我的人生的規劃上面 有和我同學 有完全不一樣的選擇 那當然 我覺得 這對於每個人來說 不見得 是有哪個比較好 哪個比較不好 對 因為像我現在的隊友的未來 就 雖然說 算是走了一條 蠻 比較不一樣的路 但是 你走比較不一樣的路 你就會 不知道前面 後來會發生什麼事啊 那你選擇一條 大家 順利都排好了 就會 大家就會知道說 嗯大概 幾歲的時候 大概就會怎樣 對 對 這樣有配合得到你的問題嗎 對 請說 對 對 所以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所以我現在也不太知道說 雖然我是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對於泰冕邊境的這個議題來說 是 我覺得 我很想要 持續去投入的 但是 這的確啊 對台灣的很多的醫生 醫師來說 就是 這是我們面對的一個生命的困境 因為 對於很多的台灣的醫師 其實 我相信 很多人都 對於 在這樣子的 弱勢的地區的 醫療的參與 是 很有熱誠的 可是 嗯 你如果 決定你要 離開台灣的 醫療體系 去 長期的 投入這些事情 要 付出很大的代價 因為 你可能 譬如說 你當到 某個醫院的主治醫師 然後 你決定 有一天你決定說 我要去參加 無國界醫生 這樣 然後呢 那你能夠做的事情 很有可能是什麼 你可能就要離職 好 你離職了 然後你去參加 無國界醫生的 工作 然後 過了一年 覺得 就是看到世界 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 學到很多的事情 回到台灣以後 你會發現說 你沒辦法回到 原本的那個醫院 工作 對 那 你要怎麼樣再去找你在台灣醫療體系列的位置 你可能也不會覺得說 我要做無國界醫生的 援助工作 做到65歲 退休 對 很多人可能也不見得上 但 所以 對 所以有不少台灣參與無國界醫生工作的醫師 他都沒有回到他醫院原本的位置 為什麼要離職 因為 因為 醫院他其實就是一個蘿蔔一個坑嘛 所以 我這個位置 我離職了 那可能 第一個是因為 尤其在台灣其實 主治醫師的缺 其實很少 所以 所以其實大家在醫學 尤其在醫學中心 你想要 你想要 在醫學中心當主治醫師 是 其實還蠻競爭的 那你離開了這個位置 醫院當然會 想辦法再找 找人 來 來 填補你的這個位置 那你過了一年 你想要再回來 那 原本的那個位置的人 對 比如說他可以去別的醫院應徵嗎 對啊 嗯 他可以去別的醫院應徵 的確是有可能 有這樣見 不過剛剛講到 主治醫師的缺病不是那麼多 這是一個議題 當然 也是有些人 當然還要看你的科別 對 有些科別比較缺人 像你如果是外科的話 可能 比較容易 但你如果是 嗯 皮膚科 啊不 皮膚科可能也 對 不太 不 好啦這樣說也不太 反正 對 不見得 所以 要看 要看啦 就是 第一個是看你的科別 然後 但是 要留在醫學中心 其實 有很多複雜的議題 包括你在這個醫學中心裡面 你要幫 這醫療理系要做研究啊 什麼什麼 也不見得是 你說想要離開 就能夠離開 那你要離開呢 一定 一定表示說 你有很多的東西 放棄了以後 你離開 要再回去 其實還蠻難 對 那 還有 大家有其他的 想要問的嗎 請說 你說我還會再去美大診所嗎 對 嗯 我不知道也 對 就是我目前的答案就是 這樣 因為 我目前的規劃是 接下來我要去 英國 念書 我要 我想要 就是進修這個 在這樣資源有限地區的 精神健康的 或是弱勢準確的 健康照顧 對 那 之後回來我應該 歸到我的醫療體系裡面 去 取得專科醫系這樣 那 所以 我覺得 對我來說 短期內 我可能很難 在美大診所 有長時間的投入 但是我想 有機會的 可能還是 比較像是 我上 上個月 跟Gloca Action的 這樣的合作 就是可能 有幾個禮拜的時間 再回到 泰民邊境去 做一些 做一些 醫療上的評估 或是協助 對 怎麼說 那我問到 我想 想知道 他們有沒有 類似聲稱 或是 心靈之上 靠面的資源 那我也想知道 對於 國際的 合作 的關係 就是這幾個 你是有長時間在 協助他們 好 嗯 這個 關於跟 文藝道診所 合作組織還蠻多的 還蠻多的 包括像是 美國的 USA 還有 英國 還有英國 還有英國啊 還有 英國的一些大學 像是英國的 牛津大學 他們在那邊有設一個 瘧疾研究中期 那他們也會 幫到診所做一些 瘧疾的 探讀 或是一些 肺結核上面 藥物治療的 諮詢 那其實泰民邊境的 國際的 NGO的 組織很多 包括 包括 但是 就是大家其實 負責專業的領域 不太一樣啦 但是在 有很多是在 難民營裡面 像是 五國界醫生 早期也有在那邊 然後 然後 一些WHO的工作者 或是 難民署的工作者 都會在裡面 那外面的話 外面的話 其實我今天有 有準備要介紹 但還沒講到 那邊 對 那 如果等一下有機會 可能可以再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在門料診所裡面 也有一個叫做 緬甸兒童醫療基金會 對 他就是叫BCMF 簡稱 然後他就會提供 他其實 他的負責人是澳洲 他也是澳洲的資金 然後提供 邊境的這些 恩 恩 有一些需要 輪椅阿 或是一些 小朋友 他的這些 輪椅的補助 或是剛剛講到 需要心臟病開刀的小朋友 的開刀費用 他們也會 去做不住 對 那 所以就是 就是剛剛有講到 第一個是剛剛的BCMF 然後 剛剛那個 英國 英國 牛津大學的女子研究所 然後 還有一些 像是法國 我知道 目前還有一個法國的 的復健 有點像是 兒童的復健 恩 譬如說像是 腦性麻痺阿 恩 這樣子的小朋友的 復健的團隊 也有在那邊 所以其實還蠻多人 NGO在當地跟美道診所有合作 因為美道診所 它就是 所有當地的NGO的交集 醫療相關的NGO的交集 幾乎說 大部分的 在當地有做醫療的NGO 都有在跟美道診所合作 這樣 嗯 嗯 精神方面 心理健康方面 這其實 是 目前在 全球的健康照護政策上面的一個 比較 比較 比較大的一個 大家目前在關注的一個 因為大家就會發現說 我們其實 長期以來 在 資源缺乏的地區 對於精神健康 和心理健康的照護 嗯 已經大家忽略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所以大概在最近十年 大家 嗯 大家才開始比較關注 和 投入到這個議題 那美道診所 我知道他們是有一個 心理諮詢的部門 但是我 就我個人的了解 我想可能 並沒有非常完善的 的 精神健康方面的 培訓的人員 但 但這個部分其實我 不是很清楚 因為我們並沒有去 很深入的接觸到美道診所的部分 但是呢 等一下如果有機會 我們也會談到另外一個組織 就是 嗯 嗯 政治受難者 互助協會 在泰民邊境 那 他們有跟 那個 John Hopkins 就是美國的 約桓和霍普 嗯 金斯 斯金 大學 他們有一個 心理健康照顧的合作計畫 在那邊 好 請說 不好意思 這是沒問題 就是 我想知道 有沒有個案件 這個 例如說 這個小朋友 沒有個案轉接 就是 一個醫學大學 或是 對 有這種可能嗎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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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他剛剛 有 談到了他的 一些問題 那所以 像 剛剛講到個案轉接 譬如說 像是 那個心臟病的小朋友 就會有BCMF 他負責這個小朋友的 轉接 轉接到 可能他們就會轉接去青脈 的醫院 開刀 這樣子 那或者BCMF 其實 有很多的轉接工作 就由BCMF來負責 就是 剛剛講到的 民間兒童醫療基金會 那 他可能會評估說 可能要去轉接曼谷好了 或者是說 他們也跟一些 嗯 仰光的 一些 國外的醫療團隊有合作 然後 你可不可以轉接到 仰光區 或者不同的地方 所以 是有一些轉接的 轉接的 的部分 在裡面 對 蛤 他可能 他可能就 對 不見得 不見得 不是每個人都 有機會 會得到 轉接 所以 對 所以 如果想要在梅道診所工作的 的 的 就是 外國的 可能也要有一個很好的 覺悟就是 可能會有很多的 生命會在你的手中流失 然後 必須要面對這樣的困境 因為 像我也遇到一個小男孩 是有腦磨炎的 那這腦磨炎 它 其實 它可能只需要 就是 可以進入到腦部的抗生素 它就可以活下來 但是 那時候就是 沒有 所以 對 對 就是 可能 這是每天會發生的事情 好 其實 對 那些 氣因最後 梅道診所 會把他們養大嗎 就是 不一定只有生病 可能就只是被丟下來 或是會 找其他的 NGO幫忙 之類的 然後 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 第二個問題是 你是以什麼樣的心態 來這邊 分享 是說 希望更多人可以知道 沒道診所的故事 還是 最後的問題 可以先回答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我可以幫 對 幫你回答 好 再一次說 呃 我想要問的問題是 其實有兩個 然後是一起的 就是 因為像 我們現在有很多 去那一邊的志工 都算是 短期的志工 那 其實很多的問題 是必須要長期通常 才能達到 解決的 這個狀況 那 我想問一下 你怎麼 你自己是怎麼看待 短期志工 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然後 當地的人 是怎麼看待 短期志工的 這一個角色 因為其實 人一直在流動 不同的志工學 的核心問題 其實短期志工是不可能的 那這樣子 也有可能是一個負擔 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是想要問問看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就是你對於短期志工的 你對於短期志工的看法 還有當... 那...呃... 所以我先回答完那些問題這樣 所以我先回答完那些問題這樣 然後再這樣 然後再這樣 呵呵呵 好像你今天有來救我 呵呵呵 嗯...對 所以 剛剛... 歡迎剛剛你的問題 我覺得我的心態 其實 對我來說 我在 嗯... 一些醫療資源比較缺乏的地方 我 我 自己對醫療的看法 是有 很多時候 然後因為我們的環境 和我們 可以擁有的東西的不一樣 所以 這個疾病 它是不是 一個絕症 它其實也是一個相對 所以 你可能在台灣 你 譬如剛剛講到的腦膜炎 它就不會是一個 非常難去 面對的疾病 但它在一個資源比較缺乏的地方 它可能就是一個絕症 所以 我覺得 它會讓我對於 成為一個醫療者所扮演的角色 到底是 要 想盡辦法 去 治療好 你所面對的一切的疾病呢 那 如果要這樣子 你可能就會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這個問題啊 因為你很 還有很多 嗯... 醫療資源上面的考量 如果把... 為了救一個很複雜患者 把所有的醫療資源都用完了 那剩下的人 就沒有醫療資源可以使用 這也是一個很... 醫療追求的應該是一個人 他... 有尊嚴的 活著 然後 去扮演著一個陪伴的角色 讓一個人 在面臨疾病的過程當中 他可以是 有尊嚴的 他不會是那麼絕望的 就是說 沒有人的幫忙 或是在一個非常可怕的狀況下死去 他可能最後還是會死去 但是 他會是一個 就是 在他的生命當中 他是 會覺得說 有人在 有人... 有人的關心 有人的陪伴 然後 雖然沒辦法給他 到最好 但是會努力的去和他 陪伴的他一起走過這個過程 我覺得會讓我開始去思考 我認為 唯一搖走的角色 應該是 扮演著是不是這樣子的角色 那 我覺得 那 在剛剛提到說 這個長期志工和短期志工的問題 我覺得當然就是 身為所有的在不一樣地方的 這樣子的志工的參與者 都會一直面臨的困境 都會一直面臨的困境 就是 尤其 尤其台灣的很多的醫療專業的人員 因為我們的工作的 情況就是 我們 很難去離開自己的工作崗位 包括你要想要請個假 都還要去拜託很多人 說 啊 你今天的 就是 因為你請個假 那個職務代理人 他可能就要 負擔這個議題 所以 大部分台灣的醫療的工作者 都只能 有 很短暫的時間 每年 去 其他地方參與 這樣子的一個援助 工作 我覺得 對我來說的話 我 會認為 當長期的投入 對於當地人來說 一定是比 以短期的投入來的 好啊 因為 尤其是 其實 更重要的事情 是說 當我們 在 和當地人 一起 做 這樣子的 當地的 文書工作的時候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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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對我來說 我會期許自己的心態 是 不是以 而是我們一起來想想看 說我們一起可以 怎麼做 這樣子 那 有些人會說 就是你要去教他 怎麼釣魚 不是 只給他魚 但我覺得 我覺得 更重要的事情 應該是說 我們一起來釣魚 對 就是 我們現在沒有魚了 那我們一起來想 要怎麼釣魚 而不是 我 到當地去 叫他們怎麼釣魚 我覺得 這 感覺上又有一點 這 我覺得這很難啊 就對我來說 我也覺得是一個 很難的 很困難的過程 就是 嗯 可能每年 你能夠去當地的時間 就 只能那些 但我覺得 還是可以 試著去有一個 努力的方向是 雖然你沒辦法 雖然最好的理想狀態是 你可能在當地 就是 持續的耕耘很久 譬如說 譬如說 欸 剛剛 跟大家有談到 BCMF的創辦人 他就是跟這個 他就是當初 申請到那邊去當志工 他本來 想說我再當三個月 然後人家就說 不行你要來這邊一年 然後他就說 喔好吧 然後他就去久一點 結果他就從 兩千年一直待到了現在 對 有很多的人 所以你在邊境 你可以發現到說 有很多人的人 像 包括 台灣其實也有人在邊境 待了很久的啊 就是 其實剛剛在前面 嗯 對 就是跟 就是 剛剛在前面 其實這張地圖 我也沒有去介紹 就是這裡有一家 他很有意思的店 叫做 Borderline 然後他的主要的創辦的人 是 林良樹女士 他也是台灣人啊 然後他就去邊境 然後他就在邊境 待下來 然後他也 他和客輪族人結婚 然後從此他就住在邊境 然後他就是幫助這些 嗯 他們邊境的客輪族人 去 去幫忙推廣他們的手持品啊 那 所以我覺得 喔 如果能夠 嗯 對著當地來說 如果能夠 就是 你如果願意 站在那邊 跟他們結婚 住在那裡 然後 我們在這裡 也有我們自己的人 我覺得 像我會 對自己 的期許 是說 欸 或許你如果能夠 有一個固定的時間 定期的去那裡 嗯 做參與 你不是說我今天來 然後就像一陣風一樣 坐個兩個禮拜 然後我就走了 再也不回來了 對 我覺得這樣可能 不是一個非常 嗯 理想 或者是說 你應該是要去選擇 你的參與方式 譬如說你如果是一個 很棒的眼科團隊 去那邊 然後你就說來 我今天幫大家做 白內臟的手術 阿白內臟的手術 做完了 立竿見你 很有效 然後大家都很高興 這是一個可以 考慮的參與方式 所以 你選擇 你 你參與的長度 和參與的 的 的時間 應該 我覺得也有些 某些方式是 你可以 固定的有一段時間 去當地 你每年就有一段時間 去當地 這樣子 長期的耕耘 如果耕耘了十年 我相信 某些計畫也是可以 用這樣的方式進行 可能也是比較適合 現在在台灣的 大部分的人 適合參與計畫 當地的人 的 看法 那其實我覺得 這也是一個 很值得去討論議題 那 我有問過梅道診所的人 我覺得 其實梅道診所 他在當地 是一個觀光景點 就是 很多外國的人 他來到邊境 他就會 到梅道診所去參觀 那 其實他們 其實 其實 我覺得 就某種程度上來說 我覺得這也是 我們應該去思考的一個議題 從 兩個角度來談 第一個就是說 你到 你對於當地的介入 到底會不會造成 當地的困擾 和 當地的 的 干擾 我覺得這個關鍵 應該是來 應該是來自 這個介入者的心態 也就是如果你跟當地的人 是一個很棒的朋友的關係 就像我們去朋友的家裡面 拜訪 當然也是會打擾朋友啊 對不對 比如說我今天去你家吃個晚餐 你朋友 會不會打擾你的朋友 當然會啊 但是他會不會覺得 齁 就是 心情很不好 應該 如果你們兩個關係很好 他就不會 很介意這件事情 對不對 所以 如果你能夠 在當地和當地的人 建立一個真誠的友誼關係 我覺得雖然 對於當地會造成一些干擾 但是 這個在 在人情上面來說 是可以接受的 那 如果你就是 抱持著某些利益 如果是抱持著某些利益的心態 當然就不是很 很 很理想 那 回到診所的人 他們是怎麼來看待外來的人呢 他們說 他們是 大部分我遇到的人 他們說 很棒啊 就是歡迎大家來捐款 這樣 因為他們 的外面就會有一些捐款箱這樣 他說 那如果你來參觀有捐款 真的很棒 這樣 大部分啦 所以 他們 再來我覺得 值得討論的另外一個議題就是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觀念 都是受到西方 對於隱私權 他們非常的看重 所以我們接受到很多的訊息是 非常 非常 歐 美國和 就是 美國英國這些歐美國家 他們對於隱私權 非常看重的價值觀 他們來討論說 國際人道 國際人道援助工作的 的倫理 你該怎麼去設定 欸 可是我遇到的很多緬甸的人 他們 他們 他們不是很在意你 你對他們照相這件事情 對 這是 這是我個人的經驗啊 像 我那時候在兒童病房 我就遇到一個媽媽 他 他就帶了他的小朋友 從毛淡棉 走 他小朋友就是 有水腦症 他頭超大 就是 大概 大概有一個半的籃球 這麼大 這樣 但是這麼大 然後身體很小 然後他的眼睛就是 因為頭磁還太大 所以他眼皮就被整個撐起來 都沒有辦法關下 這樣 然後那個媽媽呢 他就 他就 把他的照片拿出來給大家看 說 你看他 五個月前是長這樣一個正常的小孩 現在他病人是這樣 然後隔壁的所有病床的媽媽就 你就知道 歐巴桑了 你就很興奮 就圍過去 然後就拿起手機他在拍照 然後 然後 那個媽媽他也很 他也沒有很介意喔 他就 他就跟大家介紹說 你看我們家小朋友 他 本來是怎樣 後來就變成怎樣 這樣 就是 我在當地 觀察到的現象 當然 但是說你身為一個外來的 像我就不敢 像我就不敢去找 因為我覺得很尷尬 但他們都 他們的緬甸人自己就 大家相處得很好 對 那 所以我覺得 這樣子的經驗也讓我開始 反思說 我們對於 照相 肖像權 隱私權 智慧財產權 的這麼多看重 到底 他是有真正的 倫理上的意義 還是他都是一個西方的價值觀 來為我們設定的 那當然說 我覺得 對啊 我覺得還是不是很好啊 譬如說你 你一個人 然後你進去 然後你就把對病人亂拍照 然後呢 然後過來 然後跟大家 你看他們怎樣 我覺得當然 不是很好 但是我覺得 他是一個值得去思考的點 就是說 對 其實 他們 對於你去介入當地 對他們來說 帶來的困擾 可能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 那 對 其實 對 其實 其實我是 太羞了 就是所以我 稍微幫他補充 我就是7月的時候 文章 那 為什麼博章會在這個時候 有這場演講 因為22號 8月22號 沒到診所的創辦人 那個 新夏儀式會來台灣 對 然後其實獨立評論 就是我負責獨立評論 我們會在廚箱幫他辦一場 就是 論壇 那 醫生 就好不容易他10年前來過台灣一次 他這次又來 那我們去邊界的時候 其實沒有 沒有見到他本人 因為他非常忙 他一直在募款 那我們見到那個很厲害的 沒到診所 我覺得老實說 就是你看到那沒到診所 因為這次沒有看到 新院區的照片 其實我走進去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病人到這邊來 大家就病都會好了一半 就是他那個環境 不是非常的富麗堂皇 不是他弄得非常的清幽 然後裡面的人還有醫生 就你會看到 大家都是很自在 很悠閒的走在裡面 然後就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蠻舒適的環境 但是聽到他們的那個財政缺口 你也會覺得非常的可怕 他們有兩千多萬的缺口 然後他們在醫院 他們除了每年就是幫助的病患 大概是11萬人一次 他們在旁邊還有一個小學 移工小學 就是剛剛博章提到那些小朋友 就是他們讓病人的小孩也可以上學 就是病人可以免費吃住住宿 然後小孩還可以上學 可是這所有的費用 全部都是沒到診所這裡在做 所以這一場就是歡迎大家可以來 因為他是免費就是免費報名這樣子 好那這一場的人可以比較多 我們大概可以容納就是 這邊寫50 不過實際上應該可以做到60人左右 那另外就是23號晚上在燦燃時光也還會有一場 醫生也會來 可是就是這邊的場地大概就會比較小一點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衡量可以方便的時間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上來報名 對 那 博章也會跟醫生一起搭配 然後同時還會有他們另外一個基金會的執行長 也會一起來說明邊境的狀況 所以其實今天很謝謝博章 因為博章等於是在替醫生暖身 就是醫生他們現在其實都還在泰民邊境 對不對 還在處理一些需要來的事情 那博章就開始從他自己的故事來連結大家 然後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覺得其實心下的醫生在此時此刻來台灣 然後還有這個難民醫院難民議題對台灣的意義是 其實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難民的議題難民超 可是這是一個最久的難民 他本身就是難民 他如何在邊境 然後以自己這樣子的一個身份獨立自主 然後並且為其他的難民建立這樣子的一個醫院 而且他們已經維持了30年 就是這種自立自強的精神 跟後來很多西方國家其實都要給他政治庇護 讓他去到其他地方 但他決定他不離開 對 我覺得他其實立下了一個很難得的典範 所以這次他來台灣其實我覺得只是一個很棒 可以直接面對面可以跟他提問的機會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來見見他本人 聽他說邊境的故事 對 好那就還給某張 還有有想要問問題的嗎 對 那個氣音的最後的結果 氣音 我剛剛講到的氣音其實 其實我不知道阿 對 因為我離開的時候 對 他還躺在那邊 所以 我不知道他後來怎麼 如果沒有的話 應該 應該也9點了吧 對啊 所以 其實大部分 關於每道診所的主要部分也講完了 這樣子 所以說 如果大家 還有想要討論的部分的話 就是歡迎 歡迎再來前面跟我討論 那如果沒有的話 接著 那個要報名趕快 對 對 對啊 因為 災害時光的人 快就不用問 所以他 那個是要按爆門的 然後 就 就 到時候看誰先入場 這樣會 對 這好像 已經爆門 對 現在好像還沒有關 所以還可以爆 就是 主要是醫生的部分 會講英文 那那個 柏章的部分 因為我們在本來在推測 就是他是 強調他是英文唱 應該來的人不會非常多 但柏章會說中文 那醫師的部分 他當然會說英文 我們現在還在協調看看 能不能幫忙找到口譯 幫醫生做一點簡單的翻譯 不過我看過他的一些影片 其實他講英文講蠻慢的 所以基本上 是可以聽得懂的 是 對 還蠻清楚的 半導電視台有訪問過他 對 對他其實是一個國際知名的醫師 只是台灣不是很多人認識他 嗯 好 好 那 就是 也很感謝大家今天就是來 來這邊 聽我分享這個 不過 嗯 對 因為其實 我很少 很少做這樣的分享 所以 所以 我應該一開始的時候 就先跟大家好好的講 講這個脈絡 這樣我就很衝 直接開始講 講他的故事 然後 當然 剛剛大家也有提到說 為什麼要一直談Glocal Action 那其實 對 其實這也是另外一個 今天辦這一個 這個做坦克的目的 因為 因為 嗯 其實Glocal Action 主要也就是 它也是一個 嗯 在當地耕耘了很久 然後我們 也一直有在合作的 的 的 組織 那 也是因為這樣子的原因 所以 所以他們在 挖掛說對於美道神所 的支持上面 或者是邊境的醫療上面 都 都有 都有很大 都有很多 很多的 耕耘和影響 這樣子 所以說 就是如果 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就是 去了解一下 他們的 他們的 他們的網站 還有 他們的網站 還有他們 他們 他們 對 他們的網站 他們在做的一件事情 因為其實基本上 我在 太美邊境的 這些 大部分的醫療參與 都是 跟他們 因為他們的關係 要跟他們 的合作 這樣 然後 欸 就是 不知道可不可以幫我傳一下 就是 就是他們的DM 那剛剛 對 剛剛有些人已經有拿 如果沒有拿到 你有興趣的話也可以 就是 嗯 了解一下 這樣 那 嗯 對 所以 今天大概我的分享 就到這邊 囉 如果大家可以 想想看有什麼問題 可以 歡迎大家去做討論 或者是 可以來 跟我私底下交談 這樣 好 謝謝